8月14号的晚上8点钟 匈牙科乔格宾医生给您讲述一天的工作和感想 刚刚看完门诊 看了50多个门诊 早上到2点半 下午2点半做了5台手术 其中4个肺癌手术 其中一个让我印象非常深 就是一位33岁的年轻小伙子 他发现头脑袋有点晕 头晕 然后发现了肺部也有一个肿块 虽然肺部的肿块只有1.5公分左右 但是已经转移到了脑部 转移到了动格淋巴结 所以很不幸这么年轻 所以他先做了脑部的手术 今天给他做了胸部的手术 父母家长特别悲伤 看得出来他们的表情 我自己也是一个父亲 为人父母 能够感受到自己的孩子 得了这么严重的病的那种绝望 但是事事无常 确实这么年轻 那么小的一个肺部的肿领就会出现那么大的转移 确实让我们非常的遗憾 非常的为这个年轻人惋惜 但是我们生活还要继续 生活还要继续 碰到这样的情况 我们就要去面对 去想办法 去用最好的办法去挽救他 另外一个 我今天看门诊 碰到了一个案例 就是这个中年妇女 五十来岁 发现了肺部一个肿块 两点几公分 而且前后观察 一直有变化 其实他之前来找过我一次 我已经建议他手术 有变化 就要做手术 我的口头才是不变不动 对于小于一公分的小节节不变化 可以继续观察 不变不动 但是对于一个节节一两公分 而且有生长有变化 就不能耽误了 因为一耽误 他就不但他要长大 而且他要往处跑 会形成转移 但是这位女性病人 他就老在问我 损伤大不大 术后并发症多不多 术后能不能康复好等等 就是特别纠结 因此我今天 刚刚我从门诊回到办公室 我一路上就想 人的一生 其实我们一定会碰到困难 挫折 我们怎么去解决它 处于纠结当中 患得患失 总是在平衡 哎呀 做了难受 不做 哎 又 有生命危险 下不了决心 所以纠结 就引起了痛苦 引起了焦虑 引起了各种情绪 和不幸福感 那么我们碰到问题 如果迎头而上 直面问题 去解决它 经常老人家说过 我们要战略上 藐视它 战术上 重视它 碰到问题了 我们不惹事 不怕事 但是我们真的 自己不惹事 但我们也不怕事 我们要直面它 去面对它 去解决它 总是处于纠结状态 患得患失 可能要想做成事 比较难 而且呢 会一直生活在一种 不愉快的心情 和感受当中 所以我想第一个呢 我们人生不单是面对疾病 面对任何问题 都要去面对它 直面它 不要逃避 第二个呢 任何事情没有完美 没有实 实全实美 没有 就像医疗 所有的手术 所有的治疗 所有的用药 都是有利有弊的 医学的象征 就是一个双面剑 这个战胜病魔 但是 这一面 它对自身也有伤害 所以呢 我们一定要想清楚 一定要果断 做好选择 不要患得患失 不要纠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